好 洪仲秋的命案 当时急救她的医官呢 吕梦颖会不会变成背黑锅的人啊 昨天呢 吕梦颖透过委任律师表示 洪仲秋是遭到长时间的凝虐 导致了热衰竭 等她已经到现场时 洪仲秋的生命迹象只剩下一分 而吕梦颖她也强调 她是唯一也最想救洪仲秋的人 却被送伴实在是很难接受 而她的父亲也很担心 儿子后被因此成了戴罪羔羊